《易经》里面,《简单线卒》有一个坎挂 这个坎呢,跟别的几个八纯挂不一样 它的全名叫习坎 就特别给你加了一个习 让你练习 在困难中 找到真正的自我 真正重要的事 更好的,从内心当中做提升 这也是圣人们呢 有意、用心、良苦 坎,上面是水,下面也是水 陷土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土 那就是坑的 各种的陷阱啊 水往低出流 自然会流下来 人眼睛长在上面 如果你前面有一个山 一看就看到了 下面有个坑 往往往很容易忽视 那就陷进去 我们来看看 那习坎 只要你内心光明 用心 去维护它 去 从细微之处 关心到位 阳光灵路 耳听八方 那是最终 会越来越高尚的 那初六呢 就像一个小孩子 最低微的位置 他什么都不能自已 什么都不能自急 所以 一定是到处 充满了危险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人德的人 为人父母 你有这个爱心 就要多帮助这些人 那么九二 你就开始 走上地面 但是 你看上去 好像是阳光 阳耀 阳者为大 阴者为小 告诉你 只能求小德 因为你 虽然中正 但是不挡位 而且上下有阴耀 来夹攻你 九五又不跟你相应 各干各的 所以你 即使有德 也只能 求小的 那六三呢 就很麻烦了 三多凶 四多俱 那 你 本身凌驾于阳耀之上 虽然你当位 这也是不好 不靠你在三耀 上面又是个阴 你看上去 下话 走到了极端 好像要脱险 但是 接下来 有更大的危险 所以你呢 建议你就 躺平 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 六四 那这个时候 可以打一个比方 就是你像监狱里的 一个罪犯 那因为砍他也煮贼道 因为你被困住了 你说你有窒息不收接来之事 是很难的 不管你是君子小人 这个时候 有什么 能吃点啥吃点啥吧 所以 这个时候 就是 只能 委屈求全 你 虽然 有不相应 但是 坚持 内心的品德 你看捆挂的 六四是 扩囊 无救 所以呢 就告诉你 你功劳 最终也是别人的 九五 那作为军位 很显然 比其他的要 都强 但是 你是 来填这个坑的呀 你是要 凭各种险的呀 所以你还是 想要有太大的获得 依然不可以 只不过你权力地位高一点 那伤六呢 就告诉你 好像被捆住了手脚 三岁 三年都不行 这就象征着 你虽然脱险到最后 但是 一招被受咬 十年怕精神 柄之 Bi 장난 不一剧